刚才咱们这个在刚才杨颖说了开局的 在这几年当中啊 都是比别人好像短了一口气似的 一直是亚军 主将来讲应该说 这个从球路上来讲 不是他们喜欢打的 1999年 上世纪的1999年 多次闯入决赛 但是在2011和2012年 两次决赛都是输给了北京男 去年的辽宁安山 是赋予了解放军队 比赛当中啊 应该说在不断的调整 不断的进手的这个非常 应是南京青奥会的南丹的冠军 南丹他是好像最后输给了马龙 那场球是由于 是属于这种孰能 生巧 但是樊正东目前来讲薄弱环节处理的球 手上的一个细腻的感觉 其实化解对方的短球 这个逆向旋转也好 或者说侧旋球也好 他手这个侧面去化解这个球的旋转 在精雕细转的就是在他的正手的台内 好几反手来拧 球作为一个牵制 第九上空发球 上空就占有这个优势 底线敢不敢 非常好 我就发你正手短的 简单 对 转不转 爆发力的一个小调打 高质量 有些球当对方发力的时候 他还是能够 打对方的中间 对方要侧身的话 再变落点 他的水平真的是相当不错 但是我 出来 退出来 放慢一点节奏 拉出高质量的这个弧圈 这个意识上战术上就非常积极主动 漂亮 反手 樊振东又怼直线 回不来 哎呀 哎呀 漂亮的短 没想到樊振东这球摆得太高级了 高级之后自己都有点惊讶 对方又回了个短 这说明 一个意识 好球 哎呀 其实这个球啊 上昆 噶得也很成功啊 是吧 他偷袭 靠一个 远台的实力 对拉的实力来 获取最后一分 樊振东呢就要拿下第一局 稍后呢将继续跟您带来 在湖北黄池进行的中国最顶级的选手都会参加比赛 他们平时没有见过的各省市的选手真的是卧虎 前面我也介绍我说看了好几次上昏的比赛 就觉得人说离冠军差 总是到最后最关键的时候 我觉得是也夹杂着一点点运气 这口气点不到最后 一旦到反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得分点 对角线的使用 对 以及上下旋的这个使用 对方在接发球的时候必须要控制 对方在接生活和看上去 转到了盛政终这边 火车 爆炸 就不需要买票 可以随意到比赛场馆来 漂亮 漂亮 看这个动作的连贯性 看球的一些处理 到底就是说缺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他需要好 才能成为樊振东的这个强项 你看 一球稳的这球虽然你 这局啊就是说尚昆追到九平 这个球发的有点 上来一直压着对手大比分领先 并且呢 第一局已经有一个胜的 取胜的一局握在手上 我们看到确实是一个高强度 高质量高水准的赛事 所以 向军像许欣他们也特别的重视 有一种态度来讲呢 确实是一种锻炼 是一种煎熬 太大 我也观察过 抓住 了 尚坤的 其实在国家队 包括在各省队 像尚坤 那你就是一个 就是培练 你就是要为主力 做出食物贡献的 就是这个角色 就看自己如何 很多人就陪着陪着 自己就成主力了 练着练着 韩仁东的能够合为一体化 手腕的力量 可能手指说的太高深 我估计一般人做不得好 开发出这个手指手腕的力量 真正打球发力 这个还不能说是手指手腕 手指手腕一活动之后 会造打到了哪个阶段 在哪个阶段需要做什么 拆分来看 再来 拿住 漂亮 和败也笑和 就是他的这种敢于上手 敢于拼搏的这种 来讲 樊振东如果说再想提高 他一定要在这个细节上 漂亮 你看这个反手 真变这个直线 就是他腿脚腰包过出手 能够同时进行 这个就是一个协调性 在于他手腕的力量 手指的力量大 所以他的这种高质量 他这个年龄对断的一个选手 打得稍微有一些被动 就是自己主要他跟樊振东比 樊振东现在是 这个满脑 后手打左手的战术是一样的 对 调动不了樊振东 主动性不是很强 你看这局上坤开始压樊振东的 就是发不出力来 我给你中间 你看 之后呢 发力压了 他的8 skirt 另一个招说 过字 形复后 挑战 Bottom 再也看 一个比赛 转播 看得出对全国籍瞄赛的这种重视 好 但是 第二场樊振东对尚昆的 都较上这个劲打出来的这个比赛 呈现给观众的才是一场精彩的 就是说一场比赛打完要值得回味 回味起来你觉得每一个 都在合理的这个动脚尽脑汁的使用 这个技战术的这个信念更加坚定 现在可以说这一场比赛是一场 这个更难以去分出 漂亮 开局打得非常好啊开局领先但是这个点呢 没有持续下去段变化当中并不是说我打 打着一个点 嗯发生失误 这样10比8第4局樊振东3比1战胜了尚昆 为解放军队扳回了一分打成了1比1